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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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回答我们的问题呢 刚刚的问题是 单一个频率的电磁波 但是我们平常我们常常会看到 就是说我们碰到的问题 即使你的仪器或者是你的发射器 做到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们平常我们要发射出来单一频率的电子波 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所以常常你的电子波一出来的时候 就可能是有好几个频率 那混杂在一起的情况 那如果是那种情况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平面电子波呢 你平常画的情况就是 我是一个这个政府通通一样 然后Face呢 某一个时间点它的整个Face呢 是通通一样的 那是一个平面 所以它是一个平面电子波 在这个Hopper Gap的情况之下 但是你现在 现在你发现说你有不同的频率 一起在传递的时候 那已经不是那么单纯 第二个频率可能比它小一点点 而已 那你就是看到它的正乎比较大了 那这些频率扎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你看到的波不是那么单纯的平面电子波了 那这时候我们叫它叫做Wave Package 那这个Wave Package的部分的话 就是一个波包的部分 那最简单 让你们能够明瞭说 为什么会有波包的一个产生的部分的话 我就变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也是我们平常 我们常常会举例的 就是说 我们说 现在只有两个 这个Traveling Wave OK 那这两个Traveling Wave 它的Amputive 都相等 然后呢 它唯一的差别是它的Frequency 那这个Frequency呢 一个呢 是Omega 0 加一点点 然后 另外呢 是减一点点 这个一丢丢丢是比它少很多的意思 OK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同一个 同一个 戒指 这个波 要在这个戒指里面传递 它的频率 差一丢丢的情况之下 那 它的 Face Constant 或者是Wave Beta 的部分的话呢 Beta 0呢 也会跟着 差这么一点点 所以呢 我们在表现 表示这两个Po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 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E1GT 那它是等于10Cosine Omega的部分 本来是Omega 0啊 它现在比Omega 0多一点点 跟Omega 0少一点点 所以这变成是Omega 0加 Deta Omega P 减掉 Beta 0加Deta Beta X X 这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ZT E0 因为频率都一样 Cosine的 Omega 0 减Deta Omega T 减掉 Beta 0 减Deta Beta的X 只是 这两个Po 正一起的往前动 所以它合成出来的话 它的Total的Po ZT的部分 就是E1ZT 再加上E2的ZT OK 应该没问题吧 这是很简单的Po的合成 那你就把这个加这个 这个加这个的话呢 就是三角函数 cosine 这个A-V 加上cosine的A加V 这种的问题而已 所以你就变成E0 cosine Omega 0 Omega 0 加Beta Omega T 减K Beta 0 加Beta Beta X OK 加上cosine Omega 0 减Deta Omega T 减K 这个是减K 这个是减的 加上Beta 0 减Deta Beta X 那 你就可以算出来 这边的E E0 cosine的 Beta Omega Omega 乘上T 减掉 Beta Z Beta 乘上Z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cosine Omega 0 T 减Beta 0 Omega 那你看到这个结果以后的话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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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对不起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 好 那你现在看到了 这两项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Delta Omega 跟Omega Omega Omega 它其实是什么 差很多的 OK 也就是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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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一项的Ossulation 它其实它的 Bequency 已经差什么 非常多了 这样了解吗 换句话说 如果你把 这两个 跟它 化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 OK 我们这个是Z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是Z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很大的 我可以把它视为 这个是频率震荡很大的 在震 那 它的Ampity 它的震乎 是两倍的1 乘上一个频率震荡很小的 换句话说 我的电池波 我的电池波 现在总共起来的时候 你的Omega 就是我现在在画的 Omega 0就是我现在在画的 但是它的Ampity 是随着 我一个很小的频率 在震荡 OK 这个外面的Embrope 的部分 就是这一项 OK 这是我们的Cosine Deta Omega T 减 Deta Beta Z 那 里面的 黄色的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 Posine Omega 0 T 减 KZ 这没有问题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的是好像一個坡包一樣的情況 這樣了解了嗎 這個就是web packet的一個最重要的遊覽 那你們現在已經在上近代物理了對不對 那你們在上近代物理馬上就會看到量子 近代物理的起點 那就量子論的部分 那量子力學的由來 這個web packet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起點的部分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那你現在 我們現在看到了 你現在有兩個 你的ampitude是在變化的喔 OK 那你現在你看到的 你看到這個坡在往前傳遞 那實際上是有兩個Velosky在往前傳遞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裡面的這個坡 在往前傳遞 因為這個坡 裡面這個坡是cosine的 Omega0t Omega0t 減K 減Beta0z OK 是這個裡面的坡在往前傳遞 換句話說 如果 第一個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內部的 你這個坡是inside envelope的部分的話呢 它的propagate OK 那它是用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相位固定 隨著時間變化的關係就是 Omega0t 減K 欸 Beta0z 它是constant 就是它的相位變化 的時候 那這個相位變化呢 換句話說 它的face velocity的部分 就是等於 你隨著位置 在改變 dg dt 那相位怎麼變 相位的變化就是等於 Omega0除以Beta0 那Omega0除以Beta0就是我們什麼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本來這個坡啊 攜帶的是什麼 是Omega0 Beta0的坡 就是single frequency OK 它的face velocity 就是Omega0除以Beta0 所以這個實際上 就是我們的 如果你是 single frequency 的時候的 base velocity OK 就是 這個 的速度 反過來 反過來 還有一個速度啊 另外一個速度是什麼速度 就是這個embrot 你看到這個整個 這個 這個整個 整整個 波包在往前傳遞的速度 OK 那這個 脫包在往前傳遞的速度呢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們希望它是定值的時候 哦 就是DetaOmega 乘上T 解 Deta Beta 乘上Z 它是Constant 那同樣的 DZ DT 你現在看到的是Deta 這DZ DT的部分的話 就相當於是 Deta Omega Deta Beta 好 那DZ DT也是一個速度啊 這個速度 我們就叫做 Group Velocity 就是這一群的群速度 OK 就是這個embrot 往前傳遞的速度 那你現在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剛剛已經講到 Deta Omega Omega 就是很小很小很小 換句話說 我在這裡 就可以把它寫成D Omega DK 它是很小 Limit Deta 是趨近於0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用微分的形式來表示它了 Beta 一樣 它 它是一丁丁 它就是一丁丁 Beta其實就是K啦 因為它就是 Rier part K 對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個 沒有兩個速度 沒有兩個速度 一個叫做 像速度 一個叫做 群速度 的部分 對不對 好 那 我們平常呢 我們平常我們把它寫是什麼 因為你平常 你都會有一個是主變數一個硬變數對不對 平常我們主變數都會用Omega來做主變數 所以我們常常我們把Gleeve velocity是寫成什麼 就是 D K 就是D D Beta D Omega 的分子一 這Omega就是主變數了 好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 這個兩個的速度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 反過來有一件事情就是 當你看到這個整個 這個 Web 是已經形成了Package了 那我們可以 證明出來 在這裡我不去證明 但是我們可以證明出來 你能量在傳遞 你電磁波是帶著能量啊 能量在往前傳遞 一旦它形成Package的情況的時候 能量在傳遞是什麼樣子 它是以Gleeve velocity在傳遞 所以Gleeve velocity就是整個的波包 它往前傳遞的速度 它也是整個波包 吸帶能量傳遞的速度 所以你們在近代物理裡面 你可以看到 粒子論 跟波動論 那粒子論的話 其實一個粒子 你說這是一個粒子 那這個粒子呢 其實我就可以當成它是一個Wave packet 這沒有換 OK 粒子的現象越明顯 波動的現象就越弱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粒子 其實我也是一個波 我的波跑到哪裡去了 很遠很遠的地方 因為我的波動的現象就很弱 你波長很長 你看不到 不會感覺得到 OK 那如果你的波動很明顯的話 你的粒子就很現象就很弱 所以你們在這個近代物理裡面的波跟粒子的雙重性 你是可以去這個互相去交錯出來的 就跟這個有關係的 所以物理講一講 有時候是很好玩的 對 好 那這邊有沒有問題 你現在就會看到它 其實是這個協力的話 每一個協力就是D-Omega D-K 就Groove velocity 對 嗯 那你只是 它除以它就是Face velocity 你也可以把 這個值跟這個值去除 對 所以你就看到了 其實兩個的速度不一定是相等的 好 我們基本上面 嗯 同學問的問題 其實接著是我們 的立體 嗯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 你如果你把 你剛剛的那個 這個 啊 電離層的問題啊 那 它的這個 這個Omega K的關係 或者Omega Beta的關係 你去把它畫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OK 那它基本上面 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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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Omega P 嗯 嗯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Disposition Relation 它的Disposition Relation 這我們剛剛已經 嗯 擦掉了 我們可以看到 光碼是等於 阿華加 J貝塔的部分的話 那是等於 J Omega Mu1-0 1-Omega Omega Omega P 的 開 2分之1 四方 好 那 你看到了 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看到說 我如果 假設 Omega 大的 Omega P 那你這個 Wave 就已經在裡面 傳遞的情況 之下 之下 那我們說 這時候的 Gamma 是 這時候的Gamma 呢 的阿華是等於0 然後Beta的部分 我們很清楚的 已經知道 Omega Mu1-0 1-Omega 平方 Omega P 平方 二分之1 四方 所以 你的relation 你就很清楚 看到了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 條件 底下的時候 其實 C 就是我們所謂的 根號 Mu0 1-0 分之1 那你如果不是在 磁性介石 這Mu就是Mu0的情況 所以我們的Beta 我可以寫成 Omega除以C 1-Omega平方 OmegaP平方 的開二分之1 OK 那 你去計算 你的 這個 阿 Omega除以P的情況 Omega除以Beta的情況 就是你的 這個 Face Velocity 那 很 很簡單的 它其實是等於 C 然後 1-Omega平方 OmegaP平方 等 負二分之1次 那 如果 你去計算 你的 Groove Velocity 的部分 那就是 D Omega D Beta的部分 OK 就是這個 你要去求求它的協力 任何一點的一個協力的部分 就是 D Omega D K 所以從這裡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點上面 如果你的Face Velocity的話 那很簡單啊 Face Velocity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協力啊 因為它的 就是等於 Omega除以K啊 就是這個協力 這個Slobe OK 好 在這一點上面 那 這個就是你的 Groove Velocity的部分 但是在這一點上面 你也一樣可以有 Groove Velocity啊 那就是這個協力 D D Omega D Beta 你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是什麼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 一個情況 好 這是我們在講 那個 Ironization 這個 Space的部分 那你看到的一個結果 那如果 你把它更進一步 的去 去 Test一下 的話 我說 這Groove Velocity 把它Test一下 實際上 我們剛剛已經講 它其實就是 第一 Omega是主變 這個 Omega是主變數 常常常是這樣子 那也就這個是-1的部分 換句話說 就是你把整個對Omega為分 OK 那對Omega為分的法 我直接把它寫出來 這最後的結果就是C 更換 1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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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到了啊 在這個地方啊 殺掉了這一塊啊 Omega小的OmegaP的時候 潑會不會泡泡給?不會啊 你既然潑不會泡泡給就沒有潑啊 所以只有從Omega大的OmegaP以上的時候 它才會有dispersion relation 對 而且我們在之前計算過的就是Beta是這個 對 好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有趣的事實 這個事實是什麼 我說 如果 Omega除以Beta的部分 很遠的地方我畫的不是很好 這是一條線的 不是一條線 我們看到了齁 你可以把它注意看一下齁 這一條線是什麼?我們通過眼點的線 那為什麼我們會說這個是 接近它呢?你現在看啊 這是一個Global velocity 血線協力對不對? 對不對? 當Omega 遠大於OmegaP的時候 這像7近於0啊 所以 Global velocity 就是7近於C C的話就是真空裡面的光速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面 Omega除以Beta的部分 一樣的 Omega 眼帶 眼帶OmegaP的時候 在這個很遠的地方 它其實 Face velocity跟Global velocity 都差不多了 Omega Global velocity Global velocity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應該沒問題的 但是反過來 你現在看啊 這一條斜線的斜力是光速C 那 剛剛我畫的這個橘子色的斜力 是不是是什麼? 大於光速C 所以在這裡面 你記住的一件事 我的face velocity 我的像速度 是有可能大於光速C 但是我的group velocity 絕對小於光速C 所以我說face velocity只是一個坡的向位 同一個向位的前進速度而已 它並不是能量傳遞的速度 這樣子能夠理解嗎 這是face velocity的部分 OK 它有可能 它會大於光速C 但是group velocity的部分 永遠小於光速C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在物理上面 在物理上面呢 我們是把 如果你的dispersion 你的dispersion呢 是你的 光速Velocity 小於face velocity 這種情況的話 那我們說它叫做normal dispersion OK 那dμpdomega 它會小於0 它的face velocity 隨著我的omega 這個的變化的話 增加它是小於0 就像這個例子以外 它的face velocity 隨著這個omega增加 讓它越來協力越小 那這個就是normal dispersion的一個現象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 是 anormals 就不正常的情況了 OK 那它呢 是 它的face velocity呢 它會隨著omega的增加呢 是大於0的 那在這種情況的話 大部分的group velocity 它會大於你的face velocity OK OK 那我們平常 還有一種戒指 我們說這個戒指 不管什麼拖進來的話 它通通沒有dispersion OK 那這種情況就是 你的face velocity 跟omega之間的關係 是等於0 那我們平常我們會 會看到的是 沒有dispersion的物質的話 是一個比較好 呃 我們想 想要 好 想要的 所以 不同的頻率的光進來 它的face velocity都一樣 那 那 你如果去查字典的話 你會看到說 dispersion 這個字眼叫做射散 那 所謂的那 dispersion就是 不同頻率的光 不同頻率的光進來 它的face velocity 都一樣 那個光就不會分開來 因為它的速度都一樣啊 就沒有射散 那 有射散 最明顯的令子就是 你是什麼 三菱鏡對不對 三菱鏡的話 你的光進來 進到這裡來的時候 它這個界子裡面 本來是什麼 我應該講白光 我現在沒有 白光 OK 白光進來以後 它其實是什麼 紅塵黃藝藍電子的光 不同頻率 不同顏色有不同頻率的光 在這裡面就什麼 它的face velocity不同 所以你就看到 這邊的光 哪一個在上面 不同頻率的光 它有不同的偏 就是它的dispersion 所以 這個就是射散現象 no dispersion 就是它不會有射散 那在 這個 Omega跟K的關係的部分的話 它就變成是什麼 你現在沒有dispersion 所以 你的Omega 隨著Omega的變化的時候 你的 你的那個 這個dispersion 都一樣的時候 那我們常常 我們會看到了 就是 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或者是 我看 也可以啦 就是 有一個 Omega除以K 它是constant的話 那它就沒有什麼 它就不會隨著Omega的變化 它的face velocity的變化 所以這是我們的dispersion的現象 那這邊有沒有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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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